大家可能都见过马蜂窝,但直径一米多的马蜂窝,您可未必见过吧, 近日在重庆市江津区,人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马蜂窝。 在江津区茨云镇小园村打石舍, 记者见到了这个号称最牛的马蜂窝, 在一棵高约二十多米的香樟树上, 如锣筐般大小的马蜂窝钉在树梢。 据当地村民介绍,这些马蜂相当凶猛, 曾遮伤过数十名村民,当地村民束手无策。 消防官兵到现场实地考察后, 由于并行的限制,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处理方法。 最后,有人建议请求驻军部队用火焰喷射器来除去这个马蜂窝。 发现这个马蜂窝是体力比较巨大, 解决仪式比较困难。 我们迅速与江津区特勤中队协商, 这个决定采取用火焰喷射器烧热的办法。 进行中密部署后, 三名解放军战士换上防跨服, 背上火焰喷射器, 占领了最佳位置, 并进行精确调试。 为防后冠,战士们还补上两枪, 瞬间马蜂窝被彻底消除。 因为我们出来有大海嘛, 我们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。